河南挖出猪八戒墓 当专家打开棺谷的那一刻 一副奇怪的尸海躺在正中央 瘦头人身旁边还搁着一把两米长的武器 上课物能专用四个骨子 猪八戒 这是猪八戒的墓 正当考古人员惊愕不已是 一位陌生男子大闹发掘现场 扯着嗓子愤怒道 谁给你们的权利动我家祖坟的 我是八戒后人赶紧离开 当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历史上真的有猪八戒吗 2014年下午的一天 河南安阳张老汉正在山上放牛 连日来的辛苦让他筋疲力尽 等到睁开眼时突然发现 大黄牛少了一头 情急之下他拎着手电 漫山遍野的寻找 此时已经傍晚 周围能见度越来越低 他大着胆子摸进一处洞穴 走着走着 前方忽然出现一个黑影 当光打到上面时 只见一幅棺材静静的躺在那里 妈呀有鬼 老汉吓着屁滚尿流跑回了村子 很快此时便惊动了县里的考古队 几位专家驱车赶到现场 果然发现洞穴里藏着一座棺果 掀开盖板后 一具硕大的骨架印入眼帘 比常人足足高出三十多厘米 最诡异的是 本该盛放脑袋的地方 居然放着一颗瘦头 呲牙咧嘴 眼窝塌陷 别提多神人了 这也太奇怪了 正当考古人员面面相去时 有人发现骨架旁还摆着一柄 长条状兵器 用手电一照明晃晃拿起来一瞧 上面隐隐可见 物能专用四个转字 九尺钉耙 猪八戒 恰在此时 先前找到的兽头 化验结果出来了 经鉴定属于猪头无遗 刹那间所有人都愣住了 这不开玩笑吗 西游记是无承恩杜撰的 现实中怎么可能真的有猪八戒 就在众人百思不得起解时 一名男子大闹发掘现场 他生死力竭道 我是八戒后人 谁让你们动我祖坟的 赶紧离开 河南挖出猪八戒墓 当专家打开棺谷的那一刻 一副奇怪的诗还躺在正中央 瘦头人身 身旁还搁着一把两米长的武器 上课 物能专用四个骨子 猪八戒 这是猪八戒的墓 正当考古人员惊恶不已是 一位陌生男子大闹发掘现场 扬言自己是八戒后人 大呼 谁给你们的权利 动我家祖坟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 当天男子带着考古队来到了自己老家 云南省宝山市西壮村 在这里家家户户 供奉着天鹏元帅 山上更是矗立着一座古色古香的庙宇 八戒寺 正殿中 敬寒使者 僧衣蓝袍 钉耙在卧 好不威武 据说每年这里都会举办典礼 吸引着无数善男信女前来叩拜 不就是个妙 这也能当证据 眼瞅专家不信 男人马不停蹄 又领着众人 来到了云瞻洞前 此身险峻陡峭 幽深闭塞 据西游记所述 当年身为天鹏元帅的八戒 因贪酒调戏嫦娥 最后被玉帝贬下凡戒 头身做了猪妖 再后来七身云盏洞 被菩萨典化 护送唐僧西天取经 本以为这一切都是在打西游记的擦边球 不料走访过程中 当地老者说 西庄村早在唐朝时 就已经供奉八戒了 甚至还有村民气愤道 西游记算什么 那都是吴承恩抄袭我们老祖宗的 猪八戒才是取经第一人 难不成当年发生了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 抱着一问 专家查阅了文献史料 结果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 真如村民所说 历史上猪八戒必唐僧先到西天 而且两者间相差了足足三百多年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河南挖出猪八戒墓 当专家打开关锅的那一刻 一副奇怪的诗还躺在正中央 瘦头人身身边还搁着一把两米长的武器 上课 雾能专用四个骨子 猪八戒 这是猪八戒的墓 正当考古人员惊愕不已时 一位陌生男子大闹发掘现场 扯着嗓子愤怒道 谁给你们的权力动我家祖坟的 我是八戒后人 赶紧离开 公元260年三国时期 这天洛阳城外白马寺 坐无虚席 盛况空前 只见一年轻男子 缓缓步上讲台 他姓朱 明是行 法号八戒 是曹魏家喻户晓的高僧 彼时中原盛行佛教 在众多经典中 首推大品经 传言 闻其言者天下 贤定风调与顺 为苍生百姓基 朱世行立牌众医 决心拔涉万里去西域 求取真经 曹魏甘露五年 他骑白马从长安出发 一路西行 经崇山峻岭 终于抵达大漠深处 最后在于田国 找到了大品经梵本 为了将其一字不辣的 传入中原 朱世行背井离乡 每天不行的腾抄翻译 直到八十岁那年 才完成了全篇六十万字的译本 彼时他以虚发皆白 因无力返乡 只能源迹在外 再后来 清传弟子带着这部心血之作 回到中原 引起了佛界震动 之后的百余年间 历朝历代的文人 都对其极为推崇 南朝时期 一代大师梁僧佑 更是亲笔写就了 《初三藏记记》一书 对朱世行的一举大家赞赏 时间来到宋朝 扩建杭州西湖时 曾有人在飞来风龙虹洞中 用浮雕刻画出了 八戒千百马远顿西域 求取真经的模样 由此打破了唐僧 是西域取经第一人的印象 那么问题来了 朱世行三国时期就做出的一举 怎么到了小说中 却变成了好吃懒做的八戒呢 对此一些学者认为 是以讹传讹的结果 毕竟当时很多故事都是口耳相传的 再加上街头一人添油加醋的改编 以至于明朝时期 吴承恩听到的版本 已经大大偏离了事实了 由此可见 猪八戒的的确确有其人 至于西庄村是不是他的后人 这一点还有待考证 毕竟千年前 朱世行为了求取真经 克死异乡 再加上西域距离云南 地隔数千里 怎么可能挂得上钩呢 至于开头的那句 猪八戒失海 已经有学者判断 纯属恶作剧罢了 不过是当地百姓 眼红西庄村 也想搞旅游开发 吃香的喝辣的 这次你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